但是美国就是对中共的制裁短期内 你让他死亡是不可能的 真正的我觉得开始台海发生重担变化 就是必须开那一枪 如果台湾开那一枪 共产党结束了 第二个就是挑战美国的金融货币战争 导致美国对他的制裁 只能让他慢性死亡 只能慢性死亡 但是另外一个在俄乌战场 如果中共更深入的介入 或者由于普京的身体和内部出现了造反 军事政变 势必会导致共产党内部的军事政变 最重要的一条 也和金融环境有关系 如果香港的港币突然间完全失控性的 失控性的崩塌股票市场 和国内一系列的 比如说现在像这个大干旱 导致的大烙 粮食绝收 大量的饥荒 这些条件的话 那基本上也就共产党明年就完了 今天你盖特了吗 这些条件的话 我好想让你夹着